7月29日晚 由中国中车诸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与国家能源集团联合研制的124电力机车 在湖南诸州下线 该电力机车以单机功率28800千瓦 且引力2280千牛刷新轨道交通装备的世界纪录 成为全球最大功率电力机车 记者在下线现场看到 该机车采用六界编组 长达106米 两头设置司机式 中间内部贯通 车皮外标注该车设计时速为120千米 中车主机机车系统研发部经理王卫介绍 与以往单个车头两节编组或三节编组的电力机车不同 124电力机车首创自适应配置 网测电路网络动态编组控制技术 可实现16轴4节 20轴5节和24轴6节的灵活编组 满足多样的运力需求 且只需配备一组称武员 他不单纯说把这个动力单元拼在一起 一个是能够这个牵引力的话 是能够能够拉得起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 很关键的 我要停得住啊 对吧 你不能说我这个车号停不住 这肯定不现实的 只有对自动机桶这块 我们采用了新一代的这种模块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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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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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的这种自动机 此外机车还搭载了可实现智能驾驶 智能运维的智慧大脑 具备自动唤醒 自动洗车 自动调速 自动停车等功能 行进过程中 无需人工操纵 并配置智能运维平台 构建了全寿命周期的 固战预测和健康管理系统 实现机车状态 智能感知 固战智能识别 关键部件自动诊断 与烈化运行监控等 谈及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王卫说除了技术难关 最大的要算疫情影响了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是一个主题场 对吧 这个这个需要的很多这种 这种这个这个 这个单位区的进行配合 对吧 在疫情期间 这个这个 这个沟通啊交流啊 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啊 包括一些技术的探讨啊 其实还是遇到一些这种困扰 那我们才是各种办法 现在在网上的 包括这个疫情环节 大家加慢加点吧 往往前赶 据悉 124电力机车交付后 将在国家能源集团 神速铁路山运行 提高中国能源运输 大动脉的运输效率 神速铁路山运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